所以我当年学佛跟张家大师 他第一本叫我看的书 释迦普 释迦方志 那个时候市面上买不到 我在台北山大师 太徐大师图书馆 那个里头藏的有藏金 日本的大征藏 我们借出来抄 好在分量不算太多 所以老师告诉张家大师 你要学佛 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这个人 你对他都不认识 你怎么跟他说 这是对的 这一年本书唐朝人写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是从经典里面揭露出来的 我们看了之后 才深受感动 王子荣华富贵 人家人家能写起 一辈子过苦行深的生活 你看 三一一步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他过这个生活 一生没有改变 没有建一个道场 油画在人间 哪里有云就到哪里去 普渡众生 开口 所说的 你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经典 不开口 你看他的言行 举止 那是深教 我们今天讲 学为人思 行为示范 那释迦牟尼是 百分之百做到 这是多么值得人尊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一生 为别人 为自己 这个不能不知道 念念念为自己 就对了 念念为自己 错了 错在哪里呢 正掌我值 正掌我值 你就出不了六道人为 所以我讲经的时候 曾经讲过 不止一次 看别人 别人做坏事 也是好事 我做好事 也是坏事 什么原因呢 我做了好事 你看看 我值在啊 前面跟主说过 只要有我 徐特华就得不到 华严经里面 出信未经 你没你分 你在门外 我没有了 那经干经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忠诚 你才入门 那你就有个我 这不行 这个道理要懂 做再多的好事 没有我 我们出家了 没有从事于 银身的事业 哪有钱呢 钱是释放供养 供养是什么意思 这种福田 那你得给他种福啊 你要把这些钱 拿来自己享受受用 那可麻烦了 那就是古大德所讲的 佛门大德 施主一立明 大辱寻与善 是今生不了道 皮毛戴绝换 现在供养很多 你用得很舒服 这个寿命也完了之后 你的果报显起 你什么时候能唤清 这是个麻烦的事情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能干吗 我不敢 我一生 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妙 我也没妙 建苏妙 不是不能建的 我怕了 现在真正发心 学到的人不多 从前李老师告诉我 看人家是建道场 建道场的时候 你看看 各个都是菩萨 在家出家 这个小传体的信徒 到处去画园 为了建道场 真卖力了 都是菩萨了 可是这个道场建好之后 全都变成罗刹了 为什么 真名多利 我画的园比你多 我要做当家事 那个时候我画的不比你小 我要做知科事 都就正确了 真名多利 道行全没有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寺庙的一些状况 想象自己也没做佛报 不敢动这个念头 那么摄方供养 干什么呢 我学用光法寺 印足一身 摄方供养就做一桩事情 印金 所以他自己有印刷厂 在苏州保国寺 他叫洪化社 他自己有印刷厂印 洪化社印的这个本子 确实在现在来讲 是善本书 他教对的好 负责任 措辑很少 白面好 字也很大 很大方 你看很舒服 社会上偶然有灾难的时候 印足也拿钱去振灾 这个钱从来 从印金款项里面 拨一部分 都是零食 所以他是一身 印金为主 好 真的是替人修复 这做法布施了 三种布施都在里头 印金要钱 才布施 印出来经典是法布施 人家读到经典里面 真是破迷开悟 这个这个这个 消灾免难 无为布施 一举三等 这个真有之处 还知 人家语 人家语